一名女子过马路准备走回车上 发现一辆白色汽车挡住出入 过去适应对方正当他打开驾驶座车门 准备离开时 白色汽车突然往前开 驾驶顺速下车 这时候一旁变电箱后方也冲出一名黑衣男子 两人当场把人强压上车 整个前后过程不到一分钟 事发地点位在苗栗市新东街 18号下午2点多 28岁的灵性女子当时做完美容 正要开车离开却被人强行儒走 而助安车辆一辆是悬挂时 且车牌另一辆则是竹林车 受害者的丈夫发现迟迟不见 妻子踪影19号上午报警求助 因为那是他先生来找我们 说拜托我把他掉了 他老婆昨天到现在2点4分 就没有回去 他车子在前面 他讲了我不太知道 我有看他来的时候 早上有看他 那车子怎么那么早在那里 警方初步了解灵性女子 仪式是跟人有载无纠纷 才会被掳走 19号晚上传来好消息 女子在下一被释放后 随即搭乘计程车返回苗栗 一个多小时后 园警也顺利在公馆交流道 拦下计程车 将受害人带回分局 理清案情 嫌犯光天化日下如人 警方也锁定反而车辆 同时要将嫌犯逮捕归案 幸好最后女子平安回家 大家结束这场鲁人惊魂 近新闻综合报道 主持人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